凡哥是多不講話 你問他他自然會回答吧 會 可是他說 然後你知道有一天我就很生氣 我說這次家已經生下我們兩個人了 我都已經養這麼多動物了 我說你再不跟我講話 我覺得我要得那個有你的 Julie姐別氣別氣 凡哥這不就跟你一起出門放瘋了嗎 當二姿女兒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後 夫妻之間的生活 當然也要懂得自己安排 日前晚上五點左右 咱們巧遇楊帆和老婆Julie 出現在春大直百貨商場一樓美食界 同座還有一名男性友人 是說這個彎餐吃得有點早 這可能就是兩位的養生之道吧 吃飽喝足後 楊帆和Julie趁太陽還未下山 走到餐廳戶外坐在花圃旁 然後各自拿出電子煙 一邊抽煙一邊曬著太陽 這既健康又不健康的行為 也是挺矛盾的 同時更要溫馨提醒一下 自去年3月23日起 政府已全面禁止使用電子煙 五位折除2000元至1萬元罰還 解決完煙影後 夫妻倆一起騎身離開 Julie的時候自然的挽著陽帆 果然是結婚28年的老夫老妻 她們往春大直商場 對面的廳車場方向走去 但不是為了取車 畢竟天還亮著 就這樣回家也太可惜了 她們漫步10多分鐘 走到星巴克坐下喝咖啡 Julie點完咖啡餐點後 馬上走到店外講電話 邊講邊在門外來回舵步 看起來事業做很大喔 老婆在外喬事 老公楊帆 正坐在店裡乖乖的飲料 Julie回到店裡後 兩人移到了靠窗的位置 剛剛和楊帆夫妻吃飯的友人 也再度現身 三人圍坐著聊天 雖然楊帆安看起來很困 不過Julie倒是相當健壇 她還跟我講說 她說 稍微跟我講一點話 她也不能帶一點黃色 然後她就覺得說 我不正經 因為她有時候會講一個什麼 你就會回她你知道嗎 她不是就是 黃色笑話大王 楊帆是不是黃色笑話大王 小編不清楚 不過和友人談話間 楊帆安有可能是 房產知識大王喔 她和友人在昏暗的街頭 進行一場Man's Talk後 兩人便走回星巴克 就和Julie收拾桌面 走出店外 走向一台256萬元的特斯拉 由友人開車 接送他們回家 坐車回到大隻名人巷的豪宅 兩人進家門前 剛好巧遇鄰居外出 夫妻倆還熱情的上前打招呼 看起來是個社會生活 滿分的夫妻檔喔